压磷酸甲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用 这条我想真的这个话题给咱们朋友们聊一聊 压磷酸甲首先已经把它定义为高磷和高甲肥 第二个把它定义为一款可以预防病害的杀菌剂 记得是预防病害而不是说去控制或者去治疗 所以说我们在防治一些病害的时候 我们当然了可以去加入这个压磷酸甲 你只能说是把压磷酸甲作为一个辅助 而不能作为一个主治疗 所以说我们不管的是比如说在这个喷洒农药 或者是单独去打这个叶面肥 都可以去使用这个压磷酸甲 那么压磷酸甲这个使用量一般建议的就是 6毫升到10毫升之间 30斤的水 另外就是因为压磷酸甲普遍的是偏酸性 就生理偏酸性的 所以说您可以跟任何这个生理酸性的农药或者是一些这个微量元素去进行混合使用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注意 压磷酸甲的千万不要过量使用 也就是说你只要在正常的一桶水不超过10毫升 我一般在使用的时候 你看我一般在给工人标住的时候 我就给他标一个6毫升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让工人在使用的时候一桶水 只使用了6毫升这样的压磷酸甲 也就是说6毫升到10毫升之间 因为过量的使用以后 它就会导致 咱们比如说作物体内 会导致这个磷进行置换 从而导致就是体内会造成一个缺磷的一个症状出现的 好了本期视频呢 接到这里吧